杨子出走之后,欢瑞签约李小冉,下一位欢瑞一姐,究竟花落谁家? 前段时间,杨子和欢瑞设计的合约到期之后,选择了不再续约。 不再续约的杨子,演艺事业有了新的转折,新作品播出,新电影也开机了。 但杨子在欢瑞的时候,是妥妥的欢瑞一姐,无论作品号召力还是吸睛能力,都非常强悍。 所以,杨子出走之后,欢瑞事迹相当于突然没有了当家一姐。 正因如此,如今的欢瑞,在女艺人的培养方面,算是备受瞩目。 很多观众都在观望,期待着新任的欢瑞一姐。 所以近期欢瑞官宣签约李小冉,立马就引发了各种热议。 如图所示,在欢瑞签约李小冉之后,各大评论区都在讨论,甚至有网友直接表示,新一姐来了,这个评价,绝对不夸张。 毕竟,李小冉出道多年,有颜值有演技,代表作品来不及说爱你,大丈夫,凤川牡丹等剧,也都很有国民度。 哪怕是现在,李小冉的颜值气质依然备受认可,在庆余年里饰演的长公主,也依然非常出彩。 如今的李小冉,在现代剧,职场剧,古装剧市场上依然拥有很强的竞争力,所以,非常有可能成为欢瑞一姐。 除了李小冉之外,欢瑞世纪之前力捧过的两位女演员,也很有希望成为新任一姐。 第一位,张雨夕,如图所示,张雨夕的颜值适合古装剧,也适合现代剧,如今也凭借着作品,有了一些人气和知名度,如果能有一部暴剧加持,演艺事业非常可期。 第二位,袁冰岩,袁冰岩已经有了爆款剧琉璃的加持,所以在人气和知名度上,都很有竞争力。 至少在国民度和演技口碑方面,李小冉完全是一技绝尘,这三位女演员各有优势。 所以下一位欢瑞一姐,究竟花落谁家,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。 所以对于李小冉签约欢瑞,以及下一位欢瑞一姐,你怎么评价呢? empezar José ычát 喂你的努力,你怎么评价呢?